前面可能有饭馆 又下馆子 我可不请客 这次去西天参加和尚请就位 卫师压力可不小 你这路费都是我们几个出 我们压力才大呢 前天让我请你下馆子 到西天之后给你报销了 我不敢 还挺气 还好卫师长得帅 我给你来个刷脸吃饭 刷脸 到了 师傅 这次你请吧 废什么话 看卫师眼色行事 恭喜发财 同喜同喜 请问在这吃饭还有包尖吗 有的 我们这的包尖还能带宠物 和八戒终于可以上桌了 这下我老杀可算是踏实了 师傅赛刷九风 可就不逛丢我一个人的人了 这集他又话多了 瞎说什么实话 这次为师就少整二两 乖乖的啊 有交警来贴条啊 就赶紧跑 撒瓦迪卡 真是高端大气上凳子 比师傅的大腿都白啊 老板你好 请问四位财神爷 是吃饭还是就餐呢 咱这最近打折的力度不小啊 我想问一下 在这用餐 如果长得帅一点 是否可以刷脸给个面子 就当我没听见 要是换别人早就报警了 坐下吧 别跟我斗闷子啊 好尴尬啊 你们这店里有没有什么活动 回馈老客户啊 咱们小店现在存一千打三折 这个优惠力度 你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这优惠也就一般了 能不能打白条啊 我的小名叫白条 你们是来找麻烦的 我的后台可是村长小舅子 你们胆不小啊 八戒 说是来吃霸王餐 怎么又打架啊 我这肚子都饿得掉了 我不来 把嘴闭上 我这个徒弟饿过了劲 就胡咧咧 这个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实话也不要紧 咱这儿有的是保安 跟您转了一圈看来 您这儿不光保安多 还三面环山 看来您对风水很有研究啊 倒不是什么风水问题 只是怕一些吃白神的跑路啊 您想的真周到 若是遇到本领高强之人 这些也只不过是形同虚设 想跑还是能跑啊 前两年 有一个叫钢铁侠的 在我这儿吃了顿凉皮 愣是不给钱啊 后来你猜怎么着 被我一砖撂倒了 要不是贫僧胆子大 一定会被你吓出一身病来啊 客人也不用太担心 对不同的客人 量身定制专属服务 是我们一贯的宗旨 随我来 好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到了就知道了 你找不着 早帅了 鱼游前邸 早下戏 狗落平阳 被劝气 兄 别唠叨了 错了 错什么 阴沟里成了太太尼克号了 听见没有 还要开太太尼克号呢 不骑马 改划船了 你们喜欢浪是不是 我在你们这儿开个微爱匹容屁 怎么样 有话好说 我这认罪态度还好吧 你百吃百喝 打死你 你以为你是当挂的 是我跟他费劲了 这个是猪八戒 不值钱 我上网查了 把唐僧当成保健品给卖了吧 行了 坏了 碰上黑吃黑了 今天好天气 活着两只鸡 活着两只鸡 两只鸡 两只鸡